木馬 木馬是最大的道具 木馬有在這邊嗎 沒有沒有 那木馬太大了 大概三重樓高 果然這樣 我在延伸的時候 在當場給大家看 我們勇猛的戰士們 準備頭殘了 上木馬 再給你十一萬 上木馬是最大的 等一下 木馬是最大的 可是主秀的王世堅在哪裡 我們第一次要獎金了 海的男子王世堅 你們知道他跳過四次海嗎 四次 他如果出傳記的話 真的可以叫老人於海 可是這個跳海不是隨便亂跳 都是為了實現一些承諾 對不對 一諾千金 曾經至上 是不是這樣一人 是 對對對 有點遲疑 一諾千金 曾經至上 你這句話留著 對你老婆講好不好 上帝就要降臨了 現在 讓我們掌聲歡迎 嚴盛大將軍 曾博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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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YESDOLLAR 今天這場活動三波銷售全部被秒殺 現場以及威秀有搶到票的觀眾朋友 給自己一個掌聲鼓勵好不好 這個是王世堅這一輩子 對台灣經濟唯一的貢獻 但今天的陣容真的是非常非常精彩 各位看一看這個陣容 黃靜穎 謝龍健 哇賽 等一下又有王世堅 欸吳政 這就是進議會的感覺喔 剛才有提到的不知名的側意 吳政來到現場 吳政我真的講不出他做過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我講不出來我只講得出他做沒有做到的事情 他大學沒有念完他選舉選不上 他連賴平瑜也沒有留住 你們大家都知道嗎 如果有人不知道的話 吳政是賴平瑜的前男友 也就是真文學的表哥嘛 我從以前就聽說時代力量內部有問題 我現在才知道那問題是菜華 我想問你 你們三個人為什麼只有賴平瑜加上民進黨 因為吳政才是最綠的啊 你的鼻子到底為什麼那麼高啊 是因為一直被民進黨牽著鼻子走嗎 接下來呢我們一起來歡迎遠道 從台南上來的謝龍介 龍介仙啊 龍介仙我非常的開心 因為他這樣真的很像那個 台北女子圖鑑裡面的林依三 專門從台南上來要被台北人 反正如果有人跟謝龍介不熟的話 簡單來講他就是台南的王室監長 只是學會用道具 會愛上當地首長 那種話 他之前跟賴清德的愛情故事 大家應該也都很熟悉啊 他又被寫成那個必要的漫畫 在他們出現之前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台南要叫虎神 那個龍介仙 我其實蠻羨慕說你台語講得這麼好 你可以教我一句嗎 就是吸毒的台語怎麼講 林依靠 如果有人不知道的話 謝龍介的兒子之前 只有K他命被扶 我跟爸爸教育多失敗 兒子連唱會都不會都不會 有那麼難嗎 拜託你不是整天都玩不在心 你兒子怎麼也不知道要往X裡面塞 全台灣喜劇啊 唯一可以跟我並駕齊驅的 王世堅要出場了各位 那如果要了解王世堅的怪 必須先深入他的內戰 我們直擊了他的辦公室 請看以下的開箱影片 我就幫助客人 我就自詢我是第一戰艦 對上打雲劍 那 那當時我就馬 木馬是最大的道具 木馬有在這邊嗎 沒有沒有 那木馬太大了 大概三重樓高 我要這樣 我在演賽的時候 再當場給大家看 哇 我們猶豪的戰士們 準備空車啦 上鋪了 上鋪了 再給你示意我 大臉的木馬太大了 等一下 木馬已經來了 可是主校跟王世堅在哪裡 好 哦 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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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加上鋪骨嗎 哦 好 好 那今天非常開心 因為你看 藝人一坐下去 整個舞台都不一樣了 有沒有 變醜陋許多 王濤先生啊 我們上個禮拜見面的時候 你頭髮沒有這麼少吧 對 王世堅現在頭髮掉的速度比民進黨支持度還快 海的男子 王世堅 你們知道 他跳過四次海嗎 四次欸 他如果出傳記的話 真的可以叫老人魚海 那這個跳海不是隨便亂跳 都是為了實現一些承諾 一諾千金 曾經至上 是不是這樣一個語言 是 有點遲疑齁 一諾千金 曾經至上 你這句話留著對你老婆講好不好 堅哥 腳踏兩條船 也是會掉進海裡 再回想囉 bail派 第一次的事 ixoondan 輕嘴叫做音樂